大家好 欢迎来到 脉和费出品的大麦健身兽女 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19年102G来的 我的奶奶都二八了 这是要干啥 好咱们首先 这小刘又来了 这是谁啊 好咱们首先看一下 咱们的激励大师 健美传奇 罗尼库曼最新的胸部运动 这你说这大罗尼 还是那样的强悍啊 他拿着两个硕大的哑铃 这动作可以说是太激励了 你说相比其他动作 这平躺做一些握推 哑铃飞鸟等等 对这个脊柱的损伤是最小的 对吗 这大罗尼又推出了一本新书啊 咱们可以去亚马去买一买啊 这你看看大罗尼最近的肌肉状态 他又在往身上抹油了 你说这油都抹了好几十年了吧 哎呦这肌肉形态可以说是 这个老当一状吧 可以说是 在双手都猪拐的情况下 他还这样坚持训练 而且训练重量也不小 让人看着真是心疼心 心痛心髓和心骄啊 好吧 既然大罗尼这么喜欢训练 我们就不阻止你 继续给我们激励吧 接下来今年奥赛 取得人民冠军和奥赛第三名的咱们来自伊朗的波斯郎进行一次肌肉盖死郭嘉宾表演 哎呀我的天呐 这非赛季就是非赛季啊 看一看这种状态 这肌肉 线条还是依旧明显 我的天呀 难怪这个健美运动是伊朗的第一号这个人民运动呢 这太普及了 而且最近啊 哈尼还到了这个伊朗的专门生产健身器械的一个厂 就是本地的厂 哎呦那健身器械生产的 那这一排流水线相当专业呀 生产出来的器械很好看呀 你看看这应该就是他本地生产的健身器械 哎呦 这B先生穿的什么呀 这不是咱们的这个FRT7教练的营养品牌吗 我的奶奶 这SYNS2008就开始了 哦我的天呐 这肌肉形态太好了 身上好像毛已经没了 都刮干净了 太干净了 你说哎呦 这三角肌绝了 再看这二头和三头 我的奶奶了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杰瑞米家族啊 首先看一下打杰瑞米 打杰瑞米好像来到了咱们的成都 进行了授业解惑 缴书于人的活动 他亲自上阵 给学员们练了一套相当独特的 咱们肩部训练大法 这杰瑞米远看好像维度有所增加呀 不练是不行了 整个动作一气合成 可以说是相当流畅 好加十分 怎么样啊 是不是听到你大麦哥的肌力眼甲热血沸腾啊 是不是冲血了已经 我跟你说啊 健身健美必须用喊 不能软绵绵的 像个娘们儿 你能这么说吗 各位健身爱好者啊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当帅气的这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的名字呀叫杰瑞米 他跟杰瑞米啊 他他俩不是兄弟啊 他的肌肉形态特别好 哎呦我的天呐 啊翠花啊 海伦和那个杰克赶快过来看看 你大帅哥又来了 哎呀你大帅哥最近去参加了一次那个啊嘉宾表演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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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呦 我好喜欢悠悠 哎赶快过来让我亲一下下 我的奶奶你要听这话 你肯定肌肉已经酥了已经软了 肯定没心情训练了 哎呦我的天呐 这比赛可以啊 这发奖的 杰瑞米12月份初就登场了 大家看台上的这个他的造型 很接近是这个上台的状态了啊 哎呦我的奶奶嘞 你说这状态不好 你说能让他去上嘉宾表演吗 哇这小妖戏的可以啊 但是只能开些四块腹肌 相当不完美啊 这前几期节目让小杰瑞米把胸肌炼到极致 这你说炼到极致 鼓了起来之后 这八字奶愈发明显了 你锁锁你锁锁 他招费惹费了 欧洲大哥你找到亲人了 加油 说到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他就是咱们的著名的优大大师 尼尔休啊 这尼尔休放出了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的奶奶这红骨头挺亮眼呀 而这位他的弟子亮出肌肉 让我眼前一亮 这位选手身材比例相当好 真空腐朔的相当到位 肩部手臂还有这个三头肌啊都可以啊 胸肌呢我觉得稍微有点不丰满 这个怎么说的分离度啊 还有这个阴影呢 不是说很很完美 下眼要再大一点就好了 腹肌不错 腿部也很棒 看来这尼尔休大师训练人 还是真有两下子呀 虽然看起来肌肉有一点点水吧 不是那么干 但是整体肌肉形态还是不错的 但是三角肌的前肃和胸肌的连接处 这分离度好像不太够啊 显得胸肌和三角肌的连接处 显得有些怪异啊 小伙子肌肉整体的形态 维度啊看起来不错 但是肌肉的这个素质呢 看起来不够结实和硬朗 不如像咱们老匠什么刀锋啊 布兰登咖喱那肌肉呢 那线条那种坚硬的程度还不太够 好像是吹起来的短时间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正在进行备赛的 咱们的Rough Diesel古典造型大师 进行最新的肌肉展示 这状态这随着时间的临近 状态越来越好了啊 大家可以看整个的肌肉形态这个线条慢慢的出来了啊 看起来不那么肥胖了 哎呦我的奶奶 他的肌肉维度相比2018年可是大了很多呀 今年Rough Diesel还没怎么出手啊 要这样一出手那就是冠军啊 在咱们的健美圈有几个和Rough Diesel非常相似的 实力非常强的运动员 这里我举出了另外两位 左边一位右边一位 大家看这三人 你要是不经常看外国人的脸 是不是觉得都是一个人的 咱们先看左边这位啊 左边这位长相跟他相当类似啊 这个眼睛那个眉毛 再看他肌肉形态 哎呦我的奶奶可以啊 这是不是用Photoshop用加身功能啊 应该不像 这应该是人家的真材实料啊 这裤衩为什么穿这么低呢 显得腿有点短腰有点长啊 这小伙呢叫Midal Man 咱们看一下他刚转职业的时候的一次演出 当时选曲和咱们的Rough Diesel选的同样的曲子 因为版权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放曲子 我给大家唱一下 咋样啊你大脉哥是不是挺有潜力的呀 五音挺全呀 是不是想把手机和电视都砸了啊 在健身房做油氧 你可考虑一下 你把这个显示屏给砸了 你还得赔呀 这两个人在台上的风格造型还真有点相似啊 虽然每个小动作的造型不一样 但最后收尾的时候还真用了相同的动作 你大脉哥呢把整个两段视频的曲子呢都给对齐了啊 选曲是一模一样 这两个人呢都走的是古典线路啊 可以看得出来这从造型方面两个人确实下了功夫 至于说这个麦多曼是不是有点模仿咱们的Rough Diesel呢 也有可能啊 好准备收尾 大家看收尾的动作两个人是基本一样啊 转身都转的一样啊 这也很正常 为啥呢人家Rough Diesel人家现在有造型课 你要是想学造型 你还得去人家上课 那学出来那肯定是Rough Diesel味啊 对吧说实话这健美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啊 跟芭蕾舞一样跟跳舞一样啊 配上音乐 然后加上动作再展示你的肌肉 这是运动和美学呀 说实话喜欢看芭蕾舞 喜欢看这个跳舞的 是不是应该喜欢看健美啊 对吧 哇这造型太好看了 真的是一代大师 接下来这右边这个选手啊 造型也相当的古典 这肌肉形态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这位选手在今年刚刚取得职业卡啊 非常棒 这位选手给自己的名字叫goat啊 goat 而且这位选手呢 人家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啊 人不是说指着健美吃这饭的 人家是个啊给这给人盖屋底的 人家是we are vice president 平时在工作这么忙的情况下 人家私下里还要进行健美训练 你看看这成绩非常不错啊 咱们看一下在台上的造型 咋样啊 是不是有点那劲啊 有点那点 咱们都有点那raftido那点范儿啊 这可以说咱们的健美好者 很多健美选手 还是对咱们的古典健美相当的崇尚的 对吧 你说这三位 是不是很有代表性 我的奶奶嘞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在罗马尼亚普 举行的当天在20月2日 还有一位是美国职业本地赛 在这里咱们只关注重点人物 咱们首先关注一下男子健体 咱们著名的嚼着布朗 这可以说是他和大罗里芬克拉 两位健美体戴帽子相当有特点的 一个是正的歪戴 一个是反的歪戴 这遇到下雨天 可以说俩字就白带 他怎么把帽子蒸着带了 嚼着今天成绩还可以 参加了四场比赛 三场职业赛分别是135 结果在奥赛取得了第9名 他紧入前十 同时嚼着和安德鲁 还有一米巴巴雷蒙德 仨是好兄弟 同时他又和布兰登 和一米巴巴接见选手 是underground的这个团队的队友 他这身装扮正逢这两天 是当地的万圣节 嘎咋回事啊 这是要进军合力活啊 接下来名单另一位知名选手 就是一位来自巴西的大将 今年成绩不是很好 这个进行了两场比赛 一个第10一个第16 他今年没有进入奥赛 但是2018年 这位来自巴西的选手成绩还不错啊 参加了三场比赛 在奥赛取得了第13名 看来2020年 这位选手想超过他的老乡 巴西大鼻孔和巴西卡洛斯 这小伙肌肉形态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但是他的劣势就是身高不是说很高 而咱们的巴西大鼻孔和咱们今年 取得奥赛第6名 同时Yama Moto Pro取得冠军 只取2020年奥赛资格的巴西卡洛斯 人家也是个大高个儿啊 咋样这两位来自巴西的健体选手 你更喜欢哪位呢 好接下来健体名单还没完啊 哎呦这位选手还记不记得前期节目 说这个健美健身拯救了他的命 这小伙的激励视频看了吧 当时哭的稀里哗啦的 小伙看起来挺健康啊 这说说你把名字都改了 改成了Fitness Change My Life 这位在前两天取得 Muscle Contest Titan的亚军 这可是一位竞争大将啊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Romania Pro 这Romania Pro 还有6 day out吧 咱们首先看一下Andrea Andrea可以说是对自己的肌肉状态相当自信 而且全程公开 他能否战胜莱子杰克的那位大将呢 这让我的心呐咯噔一下的 接着有网友问怎么样啊 如果你赢了的话 是不是直接接奥赛了 比不比啊 他说当然比了 我赢了我就进 由于本次比赛是Andrea的第一场职业赛 网友问说咋样啊 兴不兴奋啊 说这有点兴奋和焦虑 你说说我比你更信交 接着有人问说你比啥项目啊 健体还是古典呀 他说比健体啊 在我老家罗马尼亚呀 今天我才知道他的老家是罗马尼亚 咱们看一下他兄弟奥腾的最新状态 这也是第一次参加职业赛 刚刚拿到职业卡 我觉得能进前师就不错了啊 拍手鼓掌 最近你大麦哥要多关注一些女子见美的项目好不好 咱们首先关注一下这小伙子 他叫Yantalia Yabzanka 你说说你说说我禁锅看这大腿了 以为男子呢 结果网上一看还有个辫子 你说说抱歉了女同胞 由于这位选手在女子见体里块头特别大 他能否受得裁判的青睐呢 问号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瑞根 这瑞根如果幸运的话 他有可能战胜胡安取得前二 麦克米兰取得第一 他取得第二 胡安取得第三 要么他取得第三 胡安取得第二 反正我觉得他取得冠军应该是没戏了 可能Japan Pro咱们还能见到他 但是路神辉和袁国孙肯定不会放过他 接下来咱们说说那谁啊 说说咱们的在韩国Monster Pro取得职业卡 在场上表现相当不错的也是个头不矮的 咱们的RB ProDragon 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大东 咱们看一下这些很罕见的台上肌肉照啊 这次Monster Pro的比赛灯光特别好 不管你的选手肌肉形态什么样 在这样的灯光下肌肉的阴影相当明显 可以说也可以说呢另外一个角度 可以说台上的选手实力非常强 但是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李承哲 腹肌已经乱了啊 这张照片还好点啊 这张照片好点 反正李承哲腹肌我觉得他可能是左右两块 他对不起你明白吗 这次刚刚拿到职业卡 而且马上就登上职业比赛 大家看右衣的大东 他的腹肌和腿胸肌不比李承哲差 李承哲的腹肌啊不好看 到哪都不齐枪左右这个腹肌左右两部分 他对不起的话 在远处一看他就是混乱的状态 你明白我意思 这次这个Monster Zin职业破 选手实力都还挺强的啊 你看看台上都是大哥 你看这黑人小将啊 伊朗波斯大男孩李承哲 中间应该是右应该是左 二应该是匈牙利的啊 他也刚拿职业卡 这右二啊 右二他是匈牙利的 拿到职业卡参加了Monster Zin破 Japan破他也去 我的奶奶 这罗马尼亚破他也去 好嘛 这这一个月参加四场比赛 我的奶奶 哎呦 这大东这肌肉形态 哎呦 你看看这斜方三角 哎呦我的奶奶 这可以说又李承哲已经走下坡路了 大东又上来了啊 相比两年前 这位选手可以说肌肉的维度增长了不少啊 感觉这张照片照的是不错 但是老觉得肌肉有点过大了身材啊是吧 好接下来有一个新栏目啊 主要是介绍一下近期参加一些拿卡赛的重点选手 咱们首先看一下来自中国的这位选手啊 这位选手我以前还真不了解啊 他的名字叫李亚强 这选手首先长相当喜性啊 长得英俊 第二呢这肌肉形态维度很大 而且这小伙呢这不仅肌肉形态啊 长得还挺英俊 你看看他自己不仅练的好还经常激励大家 你看他说啊大家好好学习好好练不虚度时光啊 这可以啊 你看这背部肌肉啊 不错不错 这小伙 这小伙 这双展咱看一下 哎呦 这不错呀这小伙 我觉得这种形态 可以说拿卡应该没问题吧 对吧 咱们祝他加油了好吗 好咱们再看一下侧展 哎这侧展挺好 你看这整个脸庞这骨架的 你看多好看呢 你看侧展这三角肌啊 虽然三角肌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厚素挺棒啊 你看这人训练 哎呀你看看 真是 真是很刻苦啊 哎呦 这吃啥呢 还打一格啊 咋回事啊 据说这位小伙跟一般运动员不一样 特别能吃 接近来RO2 PRO这位选手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小将 他的名字叫雷 这小伙不仅参加了美国的职业本迪赛 取得了全场冠军 还接连参加了2019年奥赛 这不在失业初马上还要参加在冰岛的一场职业赛 这跟两个月之前比 我觉得他又大了 他大了 注意这位小伙取得好成绩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咱们赢在新西兰PRO正面参赛视频 大家觉得他的状态怎么样呢 可以在下方留下评论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吧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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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